如果我们要寄望于政府的新政的话呢 因为最近像重庆一直在推进公租房这一块 也被誉为是重庆的一个房地产的新政 您怎么看待公租房 公租房会是未来的一条出路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政府保障用房体系当中的一种显示 因为最近新政的这个执行 这是从中央从上之下 我觉得它考量的因素还是挺多的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让中低收入者能够第一买得起房 第二有地方住 买得起房他不一定买商品房 他可以买经济使用房 或者说这些公租房类似的这些 他可以交租金 所以各地方政策的这些 包括重庆刚才说的这些政策出台 都是跟中央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一致的 因为作为一个重庆 作为一个自辖市 重庆的书记和市长 一样会为它的市民着想 因为那是政务管 政治考量因素跟经济考量因素会不一样 所以重庆实行这个政策 我相信对重庆的市民 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重庆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来吗 我自己直觉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者 他们需要帮助 您个人对房地产这块研究很多 您觉得在公租房这个政策执行的时候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 实际上所有的政府保障体系 就是你得有这个标准 就是选择的标准 就是哪些人符合享受政府保障用房的权利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房地非常非常重要 别搞错了 把那些不应该享受的人来享受了 真正应该享受的又不是那么完整的得到享受 这就麻烦